太傅 您这样对我 让我如何回报 明威真的承受不起 公主 千万不要这么说 公主能同意让臣近身侍奉 以示臣的荣幸 眼下 臣无力带公主回到大宁 只能留在议事 臣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力让公主 过得舒心无忧 公主能让臣完成这个心愿 臣便心满意足 太傅 但有一事 能否听我说一句 公主请讲 楼下就让他们散了吧 我真的不习惯 这么多人伺候 再说了 家里有这么多的人 也影响大家的休息啊 可是于公规组织来讲 眼下这么少的吓人 已经是对公主极大的委屈 如若再减少 公主的一应起居出行 恐怕人手也不够啊 侍卫小宝拜见公主 此奈何我 小宝小宝即逝无双 没事 家政宝贤 没事 没事 样样在好 公主有何分布 他叫机器人 他可以帮你连东西 打电话录音聊天 播放视频等等 功能可齐全了 这个好 这个好啊 我就只要他一个就够了 其他的那些人 麻烦太傅遣散吧 嗯 这么小的物体 能做那么多事 当然啊 太傅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可以掩饰给你看看 可是我刚刚听到 他发出男人的声音 让一个陌生男人 近身伺候公主 称何提早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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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设置了 其实啊 他可男可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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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就没有性别 他就是一个铁疙瘩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完全取决于你的喜好 太傅你这点可以放心 若说你们这个世界 虽说规矩礼法 比起大宁落后了很多 但某些事物 还是颇为有趣 太傅欣明 好 太傅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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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老寺 太傅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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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副 你除了读书 还会什么 我的老师 他一定不能是个 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公主的意思是 想考考成 以致 太副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句吗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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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公主无碍就行 对不起啊 太副 我刚刚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多少钱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赔的 公主说笑了 这只不过是明朝传下来的花瓶 这些瓶瓶罐罐 宫里多得是 这 这 这是古董啊 是明朝的真品 自然 宫中怎能有赝品呢 完了 完了 这把我卖了 我也赔不起啊 公主说笑了 公主千金贵提 怎能自讲身价 和一个花瓶相提并论 臣的钱就是公主的钱 公主莫要烦恼 我还是收拾一下吧 公主 还是臣来收拾 慢慢靠近 一点点贴近 你的心 每次呼吸 每个表情 都刻在心里 和你相遇 是运气 我想和你 公主 臣唐吐了 请公主恕罪 在一起 新的距离 需要勇气 才能靠近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算什么 在现代社会 男女之间碰一下手 太平常了 可是怎么到了太傅这里 就感觉乖乖的呢 一定是因为太傅是古人 规矩太多 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一定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就只是碰了一下子手 我的心脏会跳得如此激烈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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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靠近 一点点贴近 你的心 慢慢靠近 一点点贴近 你的心 和你相遇 这个柜子 像是照着我的身高做的 我想和你在一起 好 你 就是 你 看来 嗯 嗯 嗯 何人竟敢如此无礼 来着何人竟敢任意闯入 你管我是何人 我要把明威带走 明威 文威 明威 哎呀 妈 哎哟 别打了 你快走吧 别打了 我打妖精 你 爸 先生 先生 你怎么来了呀 帮我回家 爸 不是 我跟你说了 爸 不是都跟您说了别让您来了吗 你怎么还来了 爸 爸 你忍着点啊 葵葵 你还是爸回去 和明娇一起住 爸给你过境保镖 爸 我住在这儿是为了帮他治病 帮他恢复记忆的 没什么危险 他脑子有毛病 你住在这儿 万一他分病怎么办 爸 我是为您好 我是为您好 明先生 伯父 小弟刚才不知道 您是明威的父亲 有失礼数 还望海涵 海涵不海涵那不重要 反正今天 我要带明威回去 伯父啊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您看 是否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们借一步说谎 你要干吗 借一步就借一步 老子还怕你 伯父 请 爸 您赞 您 您 您